这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呢 和大人在一起 他像大人 和小孩子在一起 他像个孩子 和狗在一起呢 他像一只狗 上可以帝王同桌 下可以和乞丐同行 你听明白了吗 什么样的老婆会拖垮这个老公呢 永远不会正视自己的错误 永远有忌口 永远不会体贴自己的男人 永远只看到对方身上的问题 永远觉得啊 对方所做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 没有一点感恩之心 如果你身边的人呢 都很穷 而你呢 又很想成功 那你一定要远离现在的圈子 逼自己都要看完这三本书 否则呀 你只会过上和他们一样的生活 第一本是成功三要 教会你高情商 大气场 正能量 好性格是成功的秘诀 第二本呢 是沟通三绝 教会你啊 会说服 聊得来 善沟通 好口才啊 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第三本是情商三物 教会你啊 不纠结 不焦虑 不失控 好心态 才能够拥有好的未来 一个女人呢 不管她也多么安分 也经不住男人这样的勾引和诱惑 只要这个男人能做到以下两点 一定可以把这个女人 拿下 那具体是哪两点呢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呢 是肯为她花钱 第二个呢 是肯为她付出 这所谓十年磨一剑 铁处磨成针 你醒醒吧 再好的情人关系 也抵不过最差的夫妻关系的 她嘴上说的喜欢你 爱你 你就信了 她能给你的只是空口无凭的一张嘴而已 一个有家的男人在你身上宣泄的寂寞 你就天真的以为那是爱你啊 没有时间和真心陪伴她 结果她一转生了 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所谓的不爱的这边人 你的老公就算再不好 你生病了 她也会带你去医院的 你想要什么东西 她都会挣钱给你买 她除了嘴上不会说爱你 她哪一点没有实际行动证明她爱着你呢 有哪些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出轨吗 这六种女人呢 其实比男人更容易出轨 第一呢 缺少男人陪的女人 第二呢 两地分居的女人 第三 婚后不上班的女人 第四 经常和上司呢 出差的女人 第五 凶大无脑的女人 第六呢 经常会受伤的女人 做个贴心的女人 就为你的男人准备这个 在很多男人的生活里啊 烟和酒是必不可少的 明知道这些是危害健康的杀手 但欲罢不能 免不了让身边的家人担心 这个时候女人如果每天给自己老公准备一杯 蒲公英 举花举面紫茶 你的男人一定会觉得你很贴心 这款茶精选的菊花枸杞 绝名子 甘草 口感细腻 营养元素 丰富 最重要的是还能随身携带 每天一杯跟平时喝水是一样方便的 同时呢 还能改善身体的状况 你不考虑一下吗 假如你是一个不懂得沟通的父母 你该这样做 首先呢 学着把一些话呀 改变述说方式 比如把快一点 改成还要多久啊 第二 把不许哭 改成 哭完再说吧 第三 把你能不能乖一点呢 改成 妈妈知道你会改变的 第四 把怕什么 改成 不要怕 有妈妈在呢 第五 把别吵了 改成 稍微控制一下 然而呢 在父母的语言 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三T原则法呀 会对儿童在数学概念 读写能力 自我管理 执行力 批判性思维 情商创造力和意义培养等方面呀 产生令人震惊的积极影响 如果你也想做一个科学育儿的父母的话 那就不妨在左下方链接去了解一下 你有经历过尬聊吗 为什么高级上的人可以避免尬聊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初认识的陌生人的时候啊 你可以利用二次吸引法法则 即为了在未来制造惊喜 有的话题呢 在起初呢 就该绝口不了 大部分人呢 在首次见面就表达好感 哎呦 我喜欢你写的诗 对方听太多了 都没有感觉的 比如说起初啊 刻意呢 不提 到后期 找个机会 在不经意之间 引用一句对方写的诗 瞬间呀 就成了知音的代名词了 再告诉你一个万能的沟通方式 能够让所有人喜欢你 跟男人沟通 注重逻辑 跟女人沟通 注重感受 跟老人沟通啊 注重请教经历 跟穷人沟通 谈意义 跟富人沟通呢 赞品味 跟弱者沟通啊 留足面子 跟强者沟通啊 开门见山 高情商聊天书这本书中说呀 你有多会说话 就有多讨人喜欢 这本书呢 总结了非常多的高情商说话的技巧 让你在各种场合呢 应对自如 顺风顺水 方才一定要修掉五样东西 第一样 要修掉自己的暴脾气 懂得隐忍 隐忍呢 是为了积蓄力量 蓄势待发 绝地反击 第二样 修到自己的依赖系 一切要靠自己 需要独立 第三样 修掉抱怨 积极乐观 迎难而上 抱怨呢 只会让你的心态和处境 变得越来越糟糕 第四样 修掉流氓 学会呢 稳重 三思 而后行 稍不留神的话 财富就会从你的指缝中啊 流走了 第五样 修掉 倾诉雨 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苦 都有的痛 你向别人倾诉 得到的往往不是同情 而是多了几个 看你笑话的人 为什么优秀的人呢 到了最后 都会选择出家呢 龙泉寺 有五大高僧 三个北大 一个清款 还有一个中科院 在日本 也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65岁之前 就创造了两家世界500强 然后把所有的股份 全部都分给了员工 跑去圆府寺 出家修行 他将自己的认知啊 哲学啊 思维逻辑 赚钱的方法等等 都写进了这一本 新道圣和夫的一生嘱托 这是他一生的识会 想要的朋友 可以在左下链接 购买这本书籍 为什么优秀的人呢 到了最后 都会选择出家呢 龙泉寺 有五大高僧 三个北大 一个清华 还有一个中科院 在日本 也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65岁之前 就创造了两家世界500强 然后把所有的股份 全部都分给了员工 跑去圆府寺 出家修行 他将自己的认知啊 哲学啊 思维 逻辑 赚钱的方法等等 都写进了这一本 新道圣和夫的一生嘱托 这是他一生的识会 想要的朋友 可以在左下链接 购买这本书籍 等恋爱到结婚 五个心理门槛 去跨过 第一 得不到的呢 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呢 却有恃无恐 第二 我为什么当初 要做那些牺牲呢 第三 岁月无情 也许他会移情别恋 第四 钱的问题 是个大问题 第五 我不再是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了 如今 你跨过了哪些坎呢 都市农村 27岁起啊 白手起家 先后创立了 金瓷和KDDI 两家世界500强企业 在78岁高龄时啊 名为寿命 出任破产重建的 日行董事长 一年的时间 他就创造了 从申请破产 到盈利1800亿的神话 他就是道圣和夫 他把自己的人生智慧 写到这本书里边 心道圣和夫的一生主托中 不管眼前的状况 多么的严酷 既不能怨恨 也不能屈服 希望呢 能从这本书中得到启发 从心出发 向心而行